这40年来应该说经历了酷甜酸辣 起起伏伏 应该是走到今天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1995年的二月份刚到美国 就95年李登辉就去了 当时那天 我记得我在美国国防部 我谈完工作之后 正好碰见那个爱江山 他的英文叫艾坎伯瑞 他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 佩里中国事务的主管官员 是上校 当时那天见到我 他非常忧心忡忡的就跟我讲 他是杨大校告诉不幸的消息 他们克林顿总统已经是 同意给李登辉办法签证 当时他最担忧什么呢 因为当时中美双方已经商定 就是咱们的军委副主席 国防部长池浩田访问美国 他担心的可能我们会因此受影响 当时我说我们第一个坚决反对 第二来讲 我说这个事情肯定受影响 当时我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比较早的了解了信息 后来我回到使馆 就跟大使汇报了这种情况 因为当时他美国国务院还没正式跟咱们 大使进行通报 所以1995年我们进行了演习 当时对美国很大的震慑 而1996年我们进行第二次军事演习 那个规模更大 而且那次除了陆海空三军登陆之外 还有一个导弹试射 这次导弹试射还有一个特点 我们的导弹弹导点都是飞越台湾本岛 就是在高雄和吉隆港的以东的海域 这个事情确实在美国因此很大的震动 美国担心什么 担心我们可能利用这次演习机会 真正用导弹攻击台湾 那恐怕就出大事了 所以当时就向咱们发出了警告 而且就是当时的佩里 本来佩里这个人本来是比较温和的 教授性的美国国防部长 当时他也非常强硬 他说请不要忘记 美国的海军是best trained best equipped 就是我们是训练最好 装备最好 然后当时就说他要当时做出决定 要派两艘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 向我们进行示威了 后来美国的海军部的助理海军部长 叫赖特将军就把我招到物甲大楼里去 因为我跟他很熟悉 平时我们经常交往 有时候我请他吃烤鸭 有时候请我到他帮助我们谈两军交往的事情 他说你们是不是真打台湾呢 我说台湾人民是我们的兄弟 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什么打他呢 我们震慑的是台独 显示着我们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国统一的决心 是吧 这个人就沟通之后呢 他实际从某种意识来讲 双方的摸到对方的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美国对台独势力有多大的影响力 当时美国的官员说他说我们对台湾的政策 对中国政策是one China policy 然后就说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 还有等等他讲一通 后来我说stop stop 我说停止 我说你不要跟我讲政治上和外交上正确的那种官方语言 套话 我说我曾经是高级外交官 今天我是军人 我用军人的跟你提问题 希望你给我直接的回答 你究竟有多大的把握 管住台独帮他冒险 别让你脱轨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你只告诉我一个数字就可以 后来他说 we are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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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dent 用了三个very 近几年五六年十来年 中美关系不断成熟 双方在保持两国的对话 包括军事关系方面 有了一种新的共识 双方都有一种需求 就是维持中美关系 对话渠道 交往渠道的一种畅通 尽管多么困难 就是对话渠道不要关闭 所以说这样的话 基本上近几年来 尽管我们之间发生一些 磕磕碰碰 但中美一直还保持交往 包括一方面 美国在南海派军舰 对我们的主权和民族尊阳 进行挑选 同时邀请我们的军舰 参加他的room pack 就环台边军人演习 而且两国的军人还互访 军舰互访 所以这就是中美关系 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有矛盾 有争议 但是这种交往 应该说是中美关系 进入一个比较 相对比较成熟和稳定的阶段 我觉得这是一个 值得肯定的一个 积极的现象 所以我个人觉得 对中美关系的未来的发展 还是抱着近身的乐观的 因为中美终究是在地区和全球 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有分歧 这个分歧双方可以管控 总的来讲 取决于两国最高政治领导人的意志 同时也取决于双方的各种力量 包括两国军事力量的互动 一种良性互动 而不是一种恶性的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